我們習慣是用看文字來理解 我們是用什麼 用聽文來做輔助 你看可是我在 我們在寺院我們不是 我們是用文字來輔助 是以聽文為主 所以你看我只要 我已經習慣了 我說那你就慢慢跟我講 我注意聽 我應該 應該如果我有聽懂的話 我就是聽懂了 如果我沒聽懂 這個有這樣子什麼 我這樣重複的時候 也可以確定說 我有聽懂大家想問的問題 應該我有看到 我聽到的這個問題應該是什麼 就是我們上個禮拜 不是有講到盔甲陣型 但最後不是他有分一個四句型嗎 有一個所謂的 布施盔甲陣型跟布施是四句型 對不對有沒有 布施盔甲陣型跟布施是四句型的時候 他舉的例子是什麼 是若是布施盔甲陣型 不一定是布施是什麼 是布施盔甲陣型的那時候的智慧 會死戒忍辱等等等等的其餘 這五者的什麼是 布施盔甲陣型 但不是布施嗎 為什麼 為什麼不是 因為他不是捨心嘛 我們說他不是捨心的來講的話呢 一定知道他不是布施了 所以剛剛問說 那如果布施盔甲陣型的那個時候的差別 是以布施為主 以智慧為父 跟在般若盔甲陣型的時候 是不是以般若為主 布施為父 以這樣子來講的話 我說 這樣子來講的話 我會說 應該是有幾乎非常接近 應該是很好的一個問題 和我說應該是來講什麼 因為這個會連接到我們後面什麼 是我們在四禪八定的 等於是這個問題已經連接到 和政達在現關專案任 在政達是在什麼 是在第四品的時候 我上個禮拜有略了一條在修 修的差別了 和這個地方 所謂的修的時候 我們講說 有好幾種修的方法 那好幾種修的方法 其中我們剛剛也才提到 有兩種修的方法 一種修的方法是什麼 是我把它當成 禁 而我去這樣子觀修串襲的話 這是一種修的方法 像我們對說什麼 修無常 修無我 修 四弟 修前後四 等等是不是 就是用這種方法 所以我們要以一個禁 心是不斷串心的這樣 可是當我們說什麼說 我們剛剛問的像 修悲心 修菩提心 修空振見 修出離心 或者剛剛講的修布施 修布施盔甲陣型的時候 他就不是用這個 我們不是把這些 作為我的所圓境 那我們怎麼去修這些呢 這些就是說什麼 我們是要把它 以它升起 使此心變成或者轉化 為這些的話呢 這叫修這個東西 不斷的串襲 為了要加深或者更清晰 更堅固而去使內心在升起的話呢 那是我說我在修悲心 我修菩提心 我修空振見 所以很多 我不知道大家以前有沒有疑惑 我記得我以前在 剛開始學經書 老師不跟我們講這些 這麼多的時候 我一直想說 我要修悲心的時候 那時候 或者我那時候還沒去印度學經書 你要多修悲心 那我那時候我還記得小時候 14歲 修悲心就以為說 我要 我心虛那發願說 我要在心裡面升起悲心 這叫修悲心 實際上來講這個你看 到現在為止 這樣子修法也沒什麼變化嗎 我說如果修個30年 40年來講的話 這對悲心來講 我們沒有辦法從 沒有變成有 那悲心從沒有變成有是什麼 是我使我內心 轉化或者盡量的去 跟著這個悲心隨順 或者跟他相似而升起的 這才叫修悲心 不是把悲心做為所緣的 那為什麼剛剛講這個呢 因為我們講到說 在布施盔甲陣型也好 一直到波爾盔甲陣型當中 也好的時候 他應該不是以說我們說 布施主要 所以他叫布施盔甲陣型 波爾為輔助 而這樣子來講 這個我們不會用這樣 或者同樣 在波爾盔甲陣型的時候 也不是說我把 波爾為主 布施為福 有一點類似這樣子 可是不是 是什麼 我那個新王 我那個主要在說什麼 我現在是要把修辭 布施波爾而秘為 我的所緣 我要把我的修行 變化為布施盔甲了 所以我是想辦法從我 衛生而生起 或者以生起而為堅固 那當然 布施為主的時候 是什麼主要生起 是以捨心為最主要的 這個東西 可是 周遭的他跟隨的 來講的話 這些也不是因為 就是布施為主 他就叫布施盔甲陣型 或者要取這個名 而是說什麼呢 因為這一個心啊 這整個心就變成是叫 布施的 去修持布施的心 我們修持布施的心 不是只有捨心是 修持布施的心 布施心本身是捨心 可是我們在修布施 或者 串修布施 或者我要串襲布施的時候 就不是只有捨心而已的 還有智慧啊 心亡啊 慈戒啊 忍辱啊 經濟乃至禪定 什麼等等的話呢 這我們都可以說 它是修持布施的心事 或者是對於布施的修行來講 我們都會說 這就是布施的修行 布施本身是什麼呢 就是那個捨心而已 同樣一樣 反過來 波爾陣型的時候 什麼周遭的那些心亡心所 都可以說什麼是 修持波爾的心 當然真正的波爾就只有什麼呢 就只有智慧而已 沒有別的 就只有智慧而已的時候 可是 修持波爾的 以這個 在那個時候的修行的話 周遭跟那種 波爾也好 或者修持波爾心本身也好的話呢 我們都說它都是什麼都是 從布施盔甲陣型 一直到什麼 到波爾盔甲陣型 都是如此的 好 那如果沒有的話 那我們到 從上個禮拜開始了 我記得我們已經 有略略介紹說 大家有沒有發現我們 在與對於相關專案的人解釋 它是不是一定有三段的 它一定是有什麼 我們上次是不是講說 什麼是經論事 對不對 經論事 而這個經是什麼 是波爾經的兩萬頌 到什麼呢 到於論是什麼 因為我們主要是以 現關專案論 現關專案論的根本頌 以及什麼呢 以及後面的 因為在這邊 顯明佛母一字燈也好 賈曹姐大師本身也好 他們依循著主要的註解是什麼呢 是依止賢大師的明顯議論 所以我們在這邊一定會有一個 經論事 經論事 這個每一個階段 每一個階段出來的在 現關專案論 特別是在 顯明佛母一字燈的解釋 一定會有這個三段 就是經論事 經論事出現的 好 那我們 上個禮拜我記得我們是 講到這邊嗎 我們開始引用了波爾經的 經這一段來說 怎麼會談到說 屈辱陣型的這個地方嗎 對不對 我們應該是在哪裡的話 我們應該已經 到這邊了嗎 我們應該是 在159頁嘛 對不對 我們在159頁的 我們 是不是上個禮拜 我記得我們念到哪裡的時候 我們念到是不是 到159頁的最後面 他說什麼 他說 是不是我們到 我們開始講到這個地方來講的話 這邊已經開始提到了 我們還沒有舉出這個分類而已 因為它 畢竟經有一些地方難懂 可是在這個經的這個部分的話 它已經開始引用了 或者 舉出了什麼呢 已經舉出 我們這邊所謂的 屈辱陣型當中的時候 屈辱陣型裡面有分 九種的分類 它在這個九種的分類當中 它已經舉到了幾個了 它已經舉到了說什麼呢 它已經舉到了剛剛前面所講的 六度 四禪 八定 等等這個來講或聖道 這些來講的話 一一一一一一一 已經 已經開始在 在 強調了在這邊 上個禮拜我們是不是有講說什麼 離遇 例如說離遇是什麼 是我們說離開欲界的 出分的欲望 離開了什麼呢 這種所謂的惡 非善法這邊是什麼 是惡的意思 我們不是只是不善而已 而是說是惡的這個心事 有什麼 有詢 有詩 這都是這什麼 在出禪定的時候 有的這種的狀態 或者有的心事 透過這樣修辭而獲得什麼呢 獲得了喜與樂的 這樣子叫什麼 叫說出禁律 就是出禪定 有沒有我們 大家如果有在聽 我們星期五的 葡萄士地廣論 葡萄士地廣論是不是有沒有 略略講到這個 這一個禮拜 在哪裡我們 上個禮拜是不是有講到一個科判 大家如果還記得說 那我們一般為什麼而去造業 我們是不是為了 樂壽 以及為了 平等 平等捨 平等捨受而去 或者我們叫捨受而去 努力修持 那為了樂壽有什麼呢 他說有為了是 外在的 的樂壽 或者感官世界的樂壽 以及內心世界的樂壽嗎 而以及說什麼 依著內心世界的樂壽來講的話呢 他如果有分說什麼 有修禪定而生的話 修禪定而生 他是不是說什麼 從出禪定 一直到三禪定 我們上個禮拜再介紹 回到市地廣論才講到 是不是剛好這邊來講的嗎 我們說什麼 有樂壽在哪裡 從出禪 二禪 三禪 還有樂壽 還有樂壽 所以 由定而生起來的樂壽 是不是我們上次說什麼 是不是普教知識廣論的 他用的名詞什麼 他說從 三禪以下 出禪以上 他是用我們顛倒 跟我們一般思維的顛倒 一般我們就說從出禪到三禪 普教知識廣論 剛好是說什麼 從上界 從三禪以下 出禪以上 那個地方是什麼 是由定而生起的 樂壽而累積的業嗎 是不是剛好這邊來講說 有什麼 靜修遠離所生 聚喜樂 可是你看我就說 普教知識廣論 他就比較粗 粗分的 沒有辦法講那麼細的 他就說都是用樂壽 可是什麼呢 在我們現彎專頁 他會更詳細的去解釋 為什麼更詳細的解釋呢 因為在講 初禪定 二禪定的時候 都還會有喜跟樂 到於三禪的時候 以來講的話 那個粗分的樂都沒有了 樂都沒有 它只剩下喜樂 就沒有樂而只有喜 到四禪是什麼 是沒有樂 沒有喜 只有捨了 只有那個捨受來講的話 會去分這個 可是因為你看我們在 一般來講 我們來講 因為喜也是樂的一種分支 喜的是一種樂的分支 所以我們就只有講到說 樂壽 他只講這個 可是真的來講的話 用細細的去分 細細的去講的話 我們在經書所用的樂的話 只有在講說 初禪跟二禪天才有樂 三禪天就是已經樂 那個初分的樂都已經沒樂 有更細微的所謂的喜 升起的 到什麼呢 到四禪天就已經沒有樂 沒有喜 只有捨受了這樣子 這個我們會慢慢慢慢 你看他就是 等等等等 後面是不是有說 點點點點點 點點點點的意思是什麼 是在與 現彎專人 在與波爾經當中的 他說什麼呢 我們為了要去行持六波羅蜜 六波羅蜜的 初不失的心 有什麼呢 我們是依著初禪定 而去修辭 而初禪定的是什麼呢 是 離開 欲界的慾望 離開了 到二禪定的話 他會說什麼呢 他就會說 離遇 離罪惡 非善法 離尋 離失 淨修有遠離所生 淨修有遠離 淨修在什麼 指什麼 有禁分嗎 我們是不是在講說 初禪定的禁分 初禪定的禁分 在對峙下屆的 初分的煩惱 獲得